今天双溪南天工好热闹 心机里首次银法共餐 厨房里的志工妈妈们 一早就忙着张罗餐点 大家不分你我 就为了给银法长辈吃饱饱 这天包括区长 多位里长 还有各单位都来共襄盛举 场面热闹非凡 其实我们筹备了非常久 整整一年的时间 然后才决定说在过年前 一定要把这个银法主公共餐俱乐部 举办这样子 其实我们心机里的志工非常棒 只要公益的事情 基本上大家都会全群出动 这样子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我们非常感谢苏翁如苏里长 他是一个我们去年刚上任的里长 他很积极的投入我们里内的服务工作 很快的就能够掌握到 我们银法主俱乐部的重点 申请成立的经过社会局的认证 成立银法主俱乐部 也更进一步 那我们新批了我们双膝第16个共餐据点 新机里银法共餐是双膝第16个银法据点 很开心又新增一处 让长者可以吃饭画家常的据点 里长用心筹备多时 志工们也热情相挺 看到今天长者出席很踊跃 也让共餐有好的开始 我们在这里非常感谢苏宏如苏理长 也欢迎大家各位我们乡亲 有机会在各里办共餐的时候 踊跃来参加 我们今天也把我们的物资 我们提供200斤的白米 作为我们共餐据点来享用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有机会 参加各里的办的活动 共餐都要踊跃参加 目标为一个月一次 然后大概是先设定70岁以上的独居 然后年长者 然后甚至幼童都可以 那后续看看说 倘若参加人数很多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压缩到两个礼拜一次 当地里长表示 共餐筹备近一年的时间 新鸡大饭店终于在今日开张 感谢各界热情共襄盛举 目前一个月举行一次 看之后情形再来调整 也希望长者多多走出家门 到据点走走 让老年生活增添乐趣 介绍威 双溪采访报导